为了要修悲心跟空性 有一种修法很好 就是施舍自己的身体 所以明天我们大家做严供 会教各位做替身 但是平常就像我在撒甘露水 我会不是说光撒观音甘露 我在撒水的时候 我所有的血液水 所有的功德都在这里面 融流于地水火风 当我现在在呼吸的时候 愿所有我的功德变成空气 我的呼吸变成外在的空气 希望布施给众生 我的身体变成肉变成桥 我的血变成水 我的温度变成太阳 你要观修这个 让自己超越这个对身体的执着 地水火风 我们本来就具足地水火风 融入于整个地水火风 我们的分别意识融入于空性 融入于佛的心 让自己完全分解开 然后跟众生连在一起 不执着这个我 而且融入于众生 各位要学习这个融入 拿摩就是融入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是为了拿摩众生 礼拜诸佛是为了横顺众生 成佛是为了普度众生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 我执 你用自己的看法去对待外界的看法 叫法执 当然各位都会背 但是要把这个成为一种修行 所以像各位 你站在海边 我变成大海 你站在风口 我变成风 你晒到太阳 我融入太阳 太阳又把这个光 你的功德融入于所有众生 太阳普照大地 没有分你是不是谁 让自己进入 进入真理 这个叫法身 真理的生命 而不是一个渺小的自己 所以心量最大 而不是这个肉体 一只小蚂蚁 有时候力量都比大象大 最想讲的是心态 所以我们稍微念一下 一 这是有关转念的简短禅修 为令一切友情获得安乐 我们在禅修中奉献自己的四大 实修 舍弃自己 爱惜其他友情 你的房子 你的钱 你的能力 你的外表 你腰很健康 经常观想 我把健康的腰给所有生病的人 他们痛苦的腰给我 进一步还变成自他交换 但是你可以转化 他不能转化 因为这个老菩萨 我腰很痛 我腰很痛 因为他的心态一直很执着有压力 但是你会转化 没问题 你把他痛苦的腰给我 我来念 对我只有十分钟的感觉 但是你就把他净化掉 所以各位 佛菩萨可以让我们代业往生 只要你安住在佛性对方的业过来 就被你转化掉 对方的冤亲在主超度不了 你帮他超度 你可以观想 你变成要师佛 来 冤亲在主 你可以变成他妈妈的形象 让他过来 然后你再把他转化掉 佛就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因为不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变成阿弥陀佛来转化对方 我们变成要师佛来转化对方 然后对方就会改变 第二 极天菩萨的 入菩萨行踪的寄送 犹如虚空和地水火风四大种 愿我勇为无量众生 为生的要素 众生需要水我变水 众生需要桥我变桥 所以我们积了很大功德 化为钱 化为黄金 愿我们累积了功德 成为众生的财产 念财神不是为了发财 是让自己有财神的福报 去布施给众生财产 所以转化 虽然你现在功德还没圆满 但佛的功德是圆满的 但至少你要发这个愿 我愿我自己成为 无量众生生命的要素 他要什么我就变什么 然后开始这样变成一种空性 一种悲心 悲心就是跟万事万物连在一起 我变成万事万物 我就是桥 我是水 需要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 第三 我们透过这所祭送 祈愿成为无量的一切有情为生的基础 不是短暂的片刻或寥寥几天 而是永远如此 所以各位今天在香港 我发觉很多是我们内地菩萨一起来的 把你所有的功德完全留在香港好不好 你反而更多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功德 透过我们来到此地 所以像我现在就有这个想法 因为整个世界跑不完 我师父叫我跑遍世界 没有我跑不完 但是至少我每一个地方 我都很尽力 尽力的去修行 保持在一个悲心 大家广修功德 就留在那个地方 所以现在我已经把功德留在哪里 留在各位身上 但是你越不思你越多 你越回向你越多 对不对 一点都不少 请问你以悲心不思十块钱 你得到多少 十万 舍一得万 佛菩萨不骗我们 之所以没有得十万事 你有执着 完蛋了 就没办法 所以你的动机一定要符合 一定要符合菩提心 符合事无量心 符合空性 所以有一句话叫 用空性封住你的功德 如果你不安住在空性 你一起贪嗔吃 功德又不见了 损耗掉了 所以我们最后 回向一定要用圆满的空性 无量回向给众生 那已经至少这个功德 骗法界了 功德永远都在 第四 一旦我们以这种形式 施舍自己的身体 就由其他友情来决定 如何运用我们的身体诸大 地 水 火 风 空 来获得安乐 我们不再是由身体的诸大决定 不是由我们做主 要全然的放下 全然的放下 今天我们布施金钱 今天我们布施什么 不要有条件的 这个房子 你布施给 某某道场 某某慈善团体 全然放下 你不要多一个担心 每天跑来看 他做得好不好 不好我给他收回来 那你就会痛苦 所以各位像你 为什么会痛苦 今天你 嫁给这个先生 我全然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反而自由自在 你有所条件的 他对我好 他对我不好 你就会痛苦 所以今天你去 第一个上班 我要全然的 把我的能力 来展现在这个地方 奉献 无所求 你反而得到最多 老板把你升官 给你加薪水 因为他要的是这种人 能力高不高 在于你有没有打开智慧 如果你有这个执着 你就障碍住 你表现不出能力 我们的佛性里面 充满了一切能力 这个佛性你不用用脑筋 这个花正不正 这个佛像正不正 这是一看就知道了 这首歌好不好听 不要这边 耳朵弄一弄 把它变成好听 因为它是一个直觉 这个歌好不好听 这句话好不好听 你一定要 把动机调得很圆满 像各位来香港 到任何一个都市 他们都在建设 高速公路 房子都在建设 你马上要念一下 奥阿奥 把你的身体 把你的功德 都融入这条路 这个桥 这个车子 这些百货公司 所有货品 因为他们用到这个东西 都得到了佛的功德 因为透过你的家 透过你 把佛的功德 转给他们 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 这样练习 它永远都在布施 而且不执着一切 你要可以消除自我爱惜 可以消除我执 你会变成说 奉献才是你的快乐 死亡更是你的快乐 死亡的时候 像各位死亡最好 前面头上放檀香 这边放药包 底下放烟供包 做烟供 上供下施 因为做一辈子了 然后就把它布施掉 所以因为现在就在做了 而不是做成死亡 因为每次我们在做烟供 有时候会哄阿哄 我把我所有的功德 融入在这里面 在水里面 在药物里面 去布施给对方 所以每次我一上台 第一个就是拿个米 这边有台 嗡啊嗡 嗡啊嗡 我们自己 或是先把这个 先放在自己 多一个动作也好 嗡啊嗡 对不对 一直练习 你已经练习习惯了 你就不会为了钱 我们怎么用钱 用智慧用钱 那是布施 对不对 用自己的签摊 我想要掌控它 来享受 那你就变成一种痛苦 所以要这样观想 第三 也要这样观想 来 你的双眼化为日月 一切友情都在吃你 还有 切勿紧紧想到这个世界的一位友情 而是每一个世界中的一切友情 那各位这个你念过一次你就记住了 当你到餐厅你要观想 所有人都在吃我 我跟他们结善员 他们得到我念佛的功德 你要一直练习 所谓禅修 禅修跟他讲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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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我就 虽然你道理说 不要我执 不要致死 但是你没有 这个禅修是一种心灵的转化 那你以后就变成一种实际的行动 所以我们很喜欢用食物做各种布施 去帮助众生 跟众生结缘 第四 把你的皮肤布施给一切友情 让你的皮肤化成友情所穿的衣服 或是让他们保暖的皮毛或羽毛 所以各位这么多鸟啊 这么多鱼啊 这么多动物 放生是一个祝愿 但是这种慈悲的观想 因为每一个动物都是爱它的羽毛 爱它的皮毛 那你哦 观想 特别现在有电网路 可以把所有猫熊啊 所有北极熊啊 所有狐狸啊 鹿啊 的相片都弄出来 然后你的功德 你的生命就融遍它们的皮 让它们很庄严 让它们保护它 因为你必须这样修无量悲心 大乘的禅定是一种 无量的悲心 融入所有友情 跟所有众生结缘 这种观修是一种累积成佛之良 很快的 当然话又讲回来 当你经常做这些观修 你也要问问别人说 你最近是不是有改变了 比较慈悲一点 你的行为上 待人处事上 是不是更好 人格发展很重要 因为菩萨为了度众生 人跟人 他就看你这个人的动机 你这个人的人格 你感动对方 对方的对佛法非常有信心 不是佛教徒也会赞叹佛教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 成为别人学佛的善根的种子 而不要因为我们佛教徒 而断人法身毁灭 如果你表现不好 人家就会 我们台湾最近发生一个事情 有两个出家人 为了赶回去做网课 车开很快 也没有说很快 结果有两个夫妻 算个穷人 租了卡车帮来载东西 刚好车子有问题 一下来再检查 叹 两个都撞死 很痛苦啊 出家人也很痛苦 这个原因后来我有去查 为什么会这样 过去是 这两个被撞死的人 骑马车撞死过他们两个 但是为什么会发作 本来可以不用发作 这个夜可以过去的 那是因为 因缘他们两个撞过 所以他会碰到 但那一刻 刚好这两个出家人 为了要赶回去做网课 两个意见不一样 正在吵架 因为他起了一个 称恨的念头 夜就陷进 那现在麻烦事情就很多了 因为他们家里 被撞死的家里很穷 所以车子又是贷款来的 所以两个出家人 就要为这个事情很麻烦 当然很多居士就去帮他们忙 所以各位 念头很可怕 夜报 是很准确的 所以平常要忏悔夜障 但是这个念头 是让夜陷起最快的方法 所以不管再发生什么逆境 你对他错 你都不要跟他翻脸 都要保持 不能一下讲完 我也一位菩萨 很健康 为了一个念头 抱他的孙子 一转 腰受伤 就这样腰受伤 这样躺很久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的念头 在一个不高兴 马上就有了 所以要非这 当然我们要练习到这样不太容易 但是你要求佛加持 即使经常练习这个观修 习惯 所以各位你要把 你可能会生气 会起心动念的各种状况 都拉到你面前来 你已经习惯那些东西 你会变得很平静 面对每一件事情 要练习 下周期则 往昔刷早逐河野 皆有故事坦存痴 从神与一世说生 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 自12月1日启动秋冬防疫专案 请您共同配合以下事项 一、前往医疗照护、公共运输、生活消费、教育学习、观展观赛、休闲娱乐、宗教祭祀、洽工机关机构等八大类高风险场域时 因为不易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且会接触到不特定的对象 请您务必配戴口罩 二、在户外人潮聚集的场所或集会 请遵守业者或主办单位的人数管制 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请您自主戴上口罩 参加过程也请配合食联制、量体温、手部消毒等防疫措施 感谢永宁与我们一起努力守护你我的健康 门口的流浪狗 李老板在路边有一栋两层高的楼房 于是他就在一楼开了一家超市 爸,我上班去了 好的,路上小心 下班就早点回来哦 好的,爸,再见 阿丽,要去上班了吗 是啊,阿姨,我老爸他脾气不好 心脏也有些毛病 你帮我看顾一下他哦 好的,你放心吧 我们都是好邻居的 我会帮你注意的 那谢谢阿姨了,再见 阿丽可真是个好姑娘啊 是啊,李老板的脾气那么暴躁 可是阿丽却温柔善良 一点也不像妇女俩 嗯 李阿伯的女儿阿丽心地善良 她每天下班回家 总会带一些食物 每当遇到流浪的猫狗 便会给他们喂食 你这个可恶的赖皮狗 快给我滚 否则,我见你一回 打你一回 快滚 下次,你还敢过来 我就打断你的腿 哎呀,他干嘛下手这么重啊 你是不是饿了 我这里有一些吃的 你过来吃吧 过来吃吧 没关系的,我不会伤害你的 放心吃好了 以后如果饿了 就在这里等我 我会给你带食物的 但可不能再偷吃别人的东西了 慢慢吃 我这里还有很多呢 没吃饱的话 我会再给你一些的 这只流浪狗 吃了阿力 喂给他的食物 便一直紧跟其后 一直跟到了阿力的家门口 好了,我到家了 你也回去吧 你走吧 我老爸不喜欢动物的 要是你跟我回到家 他会拿棍子把你打出来的 如果你想吃东西 那明天还在那里等我 我会再给你带好吃的东西去的 啊,真讨厌 这只脏狗 怎么会跑到我家门口啊 喂,你这只脏狗 快给我走开 快给我从这里滚开 以后少在我家这里出现 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 李老板 你何必对一只狗这么凶呢 大清早一开门 就看到这么一只脏狗 真是太晦气了 人家都说 来只狗 生意旺旺 年年有 店门口来一只狗 可是很吉利的事情 怎么到了你这儿 就变成晦气的事了 就是嘛 李老板 就算你不喜欢它 就直接赶走就行了 何必踢它啊 你看它多可怜啊 不给它点厉害瞧瞧 它下一次还会再来的 唉 可是 让李阿伯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清晨 当它打开门后 竟然又看到那只流浪狗 趴在那里 可恶的狗 竟然还敢来 在我店门口睡觉 我让你好好清醒清醒 看看今晚 你还敢不敢在我这里睡觉 李老板 你这是干什么 我要让这只可恶的狗 得到教训 它在这里烦你什么了 你何必要这样做呀 好臭啊 这只可恶的狗 竟然在我门前撒尿 下次还敢出现在我门口 看我会不会打断你的腿 可恶的赖皮狗 竟然还敢跑来 看我不打死你才怪 李老板的脾气 真是太暴躁了 干嘛要跟这只狗过不去呀 难道你们昨晚没听到 这个家伙叫个不停嘛 深耕半夜把我都吵醒了 你说他该打不该打 昨晚的确听到狗的叫声 那么晚了 他叫个不停 的确影响大家休息 是啊 不过这只狗也真是奇怪 李老板天天这样对待他 他为什么还天天跑到这里来呀 虽然李老板 每天都会对那只狗 拳打脚踢 但奇怪的是 第二天早晨 一打开门 那只流浪狗 依旧还会出现在那里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那只流浪狗 怎么没有来了 李老板 你在找什么 真是奇怪 那只狗 今天怎么没有来了呢 你看你 狗来的时候 你对他又打又骂的 现在狗不来了 你又找他 真是奇怪得很 我找他干什么 不来更好 唉 接下来的这些天 那只狗 再也没有出现过 李老板 每天打开门后 看到空空的门口 竟然感觉 有些惆怅 有些惆怅 失落感 难道他真的不再来了吗 真是奇怪了 以前每天那么打他 也没把他打走 怎么会突然消失不见了呢 爸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你老爸 这是在找那只流浪狗呢 说来也真是奇怪 那只狗平时每天早晨 都会趴在门口 可是最近 怎么突然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会再出现呢 还出现做什么 我可再也不想看到它了 你的确再也看不到它了 那只狗已经死掉了 死掉了 可怜的狗狗 它怎么会死掉呢 一只流浪狗而已 死就死了吧 爸 你怎么这样说 如果你看了我们家门前的监视录影 就不会这样说了 啊 看来阿里一直给他喂食物 所以他才会一直在我们家门口 啊 小偷 难过那天我看到大门有被撬过的痕迹 快点 只要把这个门打开 那超市里的东西就都是我们的了 小声点 这家主人就住在楼上 不要吵醒他呀 哪来的野狗 怎么临时大叫叫 走开啊 你就是野狗 赶快走开 不要乱叫了 看来他还帮过我们啊 可恶的狗 叫你不要叫了还是一直叫 哼 这些开放不好好的教训 不好 这只狗把店主人吵醒了 可恶的狗 哼 坏了我们的好事 我们快走 唉 我说是在干什么 唉 动作快点 那只可恶的狗不在这里 否则 它又会捣乱 那只流浪狗真是奇怪啊 为什么会提这股人家看门呢 可恶的狗 竟然又跑来坏我们的好事 今天 我非宰了这只狗不可 面对手拿尖刀的小偷 这只流浪狗 毫无畏惧 然而 它终归腿上有伤 一不留神 便被尖刀刺中了腹部 原来是这样啊 那只狗莫非一惊 没错 那只狗已经死掉了 唉 从那以后 李老板完全变了 他见到那些流浪猫狗 再也不打骂了 而是像他女儿小丽那样 随身带着一些食物 给他们进行喂食 流浪狗受到小丽的喂食之恩 当他们家里 遭受小偷行窃时 他也涌泉以报 牺牲生命 来替他们保护财产的 佛法之旅 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 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 接下来 请收看长老发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呢 在前面六班啊 都是认为心在有一个地方 是他的心的所在 现在有所在的 他已经用完了 没有地方可以说了 因此最后啊 就想到佛曾说过无浊的道理 因此他也就顺这个因缘啊 说他的心也是无浊 这样子算不算这个正确 因此经文开头啊 我呢 一开头就说 我呢 拜佛言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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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